人如果死后变成鬼魂 并且幸运未了还能留在人间 这会不会让你不敢相信 如何啊 哇喜 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 男孩懂得童银术 却被当成怪胎嘲笑的故事 罗曼是活在普通的小镇上 但他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学生 他从小就能看见鬼魂 所以 总是和居士奶奶说话聊天 但爸爸妈妈和姐姐都认为 他是太想念奶奶而有些神志不清 因此罗曼也成为同学眼中的异类 被孤立 尤其是被同学阿尔文嘲笑 欺负 最近班级正在准备一个关于女巫的舞台剧 尼学老师 富有感情的党送了女巫当初被吊死后 诅咒七个人会可怕而隐身的死亡诅咒 而后变成活死人 诺曼听到这 好像看见了那个真实的场景 等到放学后 同样被排挤的小胖子尼尔 总是想和诺曼交友 这天 他们一起走在路上 一个流浪和模样的老人出现 而他是父母不允许诺曼接触的叔叔 叔叔说他也可以看见鬼 他们这些人被称为通灵人 他告诉诺曼关于女巫的事是真的 而且大家都命悬一线了 诺曼必须要阻止这件事 等他要说怎么做的时候 病 却发作了 叔叔几乎地回到家拿起一本书 突然他垂直倒地 魂魄离体 回光返照几秒后 还是死了 之后尼尔把诺曼带回家里的院子 想让他看看被车撞死的狗狗不活的鬼魂 在不在院子里 尼尔对诺曼说的鬼魂神行不疑 虽然他的哥哥迷记和诺曼为怪小孩 诺曼说鬼魂会留下 这时诺曼也看到断层两劫的布魄出现 尼尔知道布魄还在 就很开心地玩起了冷木棍的游戏 诺曼也被拉着一起玩 娘娘第一次建立了友谊 到诺曼班级表演舞台剧的这天 诺曼在台上突然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接着 他的四周就变成了阴森的森林 有几个人追着他 喊着女巫 诺曼淘宝时 被一棵树抓住 这棵树说 僵尸要来了 诺曼大声地尖叫起来 这时所有人都看着他 这次 诺曼的爸爸忍无可忍 于是把诺曼禁足了 妈妈安慰诺曼说 有时候人说恶可薄的话 是因为他们害怕 你的爸爸是为你感到害怕 之后在学校里 诺曼就一直被嘲笑 一天他来到卫生间 阿尔文正好在隔壁 突然四周变形 躲动起来 叔叔的鬼魂从马灯里出来 他严肃地说 今晚就是女巫的祭日 他的鬼魂马上就要苏醒 他一醒来就会让僵尸复活 你得把他阻止在坟墓里 在女巫被焚毁之地 读他手里的那本书 一头雾水的诺曼被迫答应后 叔叔似乎完成任务 然后升天了 而刚好出来的阿尔文 被叔叔瞬间散发出的 这道光打飞了 情况紧急 英文深知鬼魂流逝 是有任务未完成的诺曼 他在看到叔叔升天后 自然相信了事情的真实性 所以趁机逃出了学校 诺曼的爸妈出门了 诺曼在楼上纠结万分 这时尼尔来找他玩 诺曼就说了 他要去墓地解除女巫诅咒的事情 尼尔害怕僵尸 于是躲回家里 这时奶奶鬼魂出现 他说他本来可以和诺曼爷爷 在天堂享乐 但是他承诺过要照顾诺曼一辈子 诺曼反问 其实所承诺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也会去做吗 奶奶问都坚定了说 是 恐怖并不可怕 只有你不要因为恐惧 而放弃自我救星 于是 为了完成叔叔的承诺 诺曼出发了 路上还撞到了阿尔文 姐姐被要求在家里监读诺曼 现在诺曼跑了 于是 他找到了尼尔家 结果为尼尔哥哥米奇的抢装身材 所痴迷 所以他请求米奇帮忙 一起去尼尔说的墓地找诺曼 很快诺曼就来到了叔叔的墓屋 找到叔叔俯仇的尸体 他使劲地拽下了叔叔手里的书 就来到七个被诅咒人的墓地里 他翻开书 发现是一部童话故事 刚另外一句是 阿尔文就出现抢走他的书 这时空中聚起了黑雾 女巫的灵魂真的出现了 他伸出几只手 重向墓地 接着 徒弟开始裂开 他被女巫诅咒的七个人变成僵尸 从土里爬了出来 诺曼在读那书也无用了 但他依旧镇定了阿尔文躲进了叔叔的墓屋 诺曼在小墓屋里发现自己读的位置不对 他应该在女巫的墓地读这本书才对 这时 僵尸们打破了门 于是诺曼和阿尔文藏了起来 可突然阿尔文害怕的尖叫起来跑了出去 诺曼和阿尔文一路狂奔出了墓屋 路上碰到了飞驰而来的米奇三能 米奇还撞飞了一个僵尸 他捧起僵尸的头发现是僵尸 于是又把头给踢飞了 诺曼和阿尔文坐上米奇的车逃离了 但车顶却还有一只僵尸 他同步车顶要抓他们 大家阻止这个僵尸的时候 诺曼边打电话 从同学那得知了可以去老师正厅找到墓地的地址 其他六个僵尸也来到镇上 把人们都吓坏了 他们来到赌场的广告牌前 被广告牌的东西所吸引 这时座位的人发现了他们 人类反而不害怕 而六个僵尸打了起来 这个时候 诺曼他们闯进了老师正厅 但是档案室里的资料太多了 而那个老僵尸也比较聪明 他去广场上召集了六个被人们欺负的僵尸 来到老师正厅 最后轰动的人们也来到了这里 档案室里除了诺曼 大家都觉得找不到他说的地址 其实此时他们也并没有足够的心的诺曼 直到最后诺曼生气了说 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即便在他们眼里自己是怪胎 但是自己也没有要求他们帮忙 所以大家都走了 只剩了诺曼一个人 姐姐他们走到大门 却被门外的大人们给吓了一跳 大人们以为里面的人也是僵尸 他们甚至要放火烧了市政厅 这时七个僵尸找到了诺曼 诺曼害怕他跑到了顶楼 结果他看到了天上飘着和女巫一样的云雾 他爬到水打上 想尝试再念一下那本书 这时女巫发射了一道光 直射诺曼 诺曼掉下去的时候 他看到了当初还是小女孩的女巫 因为可以看见鬼 就被七个冠冕堂皇的人处于极形的画面 等诺曼醒来 几个家吃多群愧地站在面前 原来他们是来请求诺曼解除诅咒 300年前因为恐惧女巫为通灵的缘故 所以才会杀了他 以至于之后每年都要有一个通灵人 在女巫面前党送童话 才能让女巫继续陷入沉睡 叔叔的死亡让诺曼担起了这个责任 搞清楚一切的诺曼生气地问其人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小女孩 他当初只是跟我一样行为怪异的一点 但这并不是她能够随意处决别人的原因 僵尸羞愧地说 因为害怕 只能是对的 那些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错了 诺曼深知 以前的一代代人都会给女巫讲睡前故事 但是这不能消除诅咒 诺曼带着僵尸们来到宝洞的大人们面前 他们不听诺曼的话 扬言要烧着僵尸 这只姐姐和米奇他们手牵手地和诺曼站在一起 姐姐大喊 停止你们这些无脑的行为 人群只肯慢慢地平静下来 于是诺曼安静地说 这些僵尸只是普通人 曾经因为愚蠢恐惧犯下了大错而遭此报应 现在的你们做的就是他们曾经做的事情 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 诺曼坐着爸爸的车 找到了女巫的目的 他一人前往 女巫不想再沉睡了 这只地上不断张起尖刺 诺曼惊险地滚进女巫 他不想讲那个童话故事 他开始叙述起当初女巫的故事和心情 他说 女巫现在开始迷失了 变成像以前那些人一样 女巫不肯承认自己变得丑恶 不断地攻击诺曼 诺曼在死亡别人徘徊 靠近女巫说道 你花了太多时间记恨别人 以至于忘了有人对你的好 你不是一个人 在诺曼牵到女巫手的那一刻 女巫的愤怒和暴躁被熄灭了 他同时感受到 诺曼成为通灵人的那份无奈 以及发自内心的理解 女巫变回了小女孩 诺曼开始说到她 有时候恐惧会使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你不是女巫 你只是渴望被理解的小女孩 女孩平静了下来 她现在真想要妈妈 诺曼说 睡着了就可以和妈妈团聚了 于是 女孩靠着诺曼闭闭上了眼睛 飞天了 讲师的诅咒也消失了 现在所有人都不会把诺曼当成怪胎 但是他们当中 还是有些人绝对绝对 不会后悔自己的行为 哪怕他们做的都是错的 片名 同龄男孩 诺曼 哈尔文欺负诺曼时的内心 是否会有恐惧产生 毕竟诺曼的行为在不了解情况下 确实会让人感觉这是个疯子 整个故事最让人心暖的情节就是女巫发飙 试图让世界毁灭 但是那一刻 突然有一只温暖的大手 抓住了女巫 曾经被人误解 受到了痛苦 被人抚平 这个情节 让我在想每个人在现实中 同样也需要一只温暖的手拉住 这样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都会变得很美很美 300年前的人 因为恐惧犯下了过错 也深刻地表达出 有时候 试图伤害他人 往往是因为自身的自卑和恐惧 如果说 这个世界什么力量最强大 那无疑就是爱 受发自内心的爱 他能够理解他人 能够温暖他人 能够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看明天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